大家好,感谢收看娱乐小飞机 这里每天为大家提供最新最热的娱乐八卦新闻 喜欢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向往老狐狸黄磊再次出手 深夜催婚张艺兴杨子影热议 网友天仙绝配 黄磊撮合杨子和张艺兴 这是上一期向往的生活播出后 登陆微博热搜的话题 本以为这样的一幕不会再出现 因为杨子和张艺兴已经辟谣了 结果呢最新一期节目中 似乎整个蘑菇家族都在撮合这两位 杨子和张艺兴开拖拉机耕地 何炯带头回家不当电灯泡 去仓库兑换东西 黄玉昌和妹妹离开 留下二人独处 雷茶的时候 黄磊有意让张艺兴帮助杨子弄 种种细节可以看出 为了让张艺兴追杨子 小伙伴们煞费苦心 通过看这两期节目呢 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 张艺兴对杨子有好感 理由也很简单 杨子来之前张艺兴很闷 不说话不表现 杨子来之后张艺兴有了表现欲 画多了甚至有点画牢的既视感 更为重要的是 她很愿意和杨子单独做一些事情 于是问题来了 既然张艺兴如此主动 杨子是什么想法呢 向往最新一期节目中 老狐狸黄磊再次出手了 吃过晚饭后 黄磊问杨子为什么不谈男朋友 杨子的回复是想谈但没有 也遇不到任何人 因为你拍一个戏 那五个月就过去了 就那几个人 然后你回家 你根本没有别的圈的人 然后你再拍一个戏 又是那几个人 然后有几个月 这也就是说 杨子是渴望谈恋爱的 但无奈的是 自己确实太忙了 拍戏的时候 就认识那么几个人 不拍戏的时候 也没有别的圈的人 更为重要的是 你休息的时候 别人未必休息 张艺兴呢 当红杂子鸡 通告接到手软的那种 不是参加综艺 就是开演唱会 要么发行专辑 否则 她也不会说 自己过去几年很封闭 说白了 张艺兴和杨子的交集 也仅仅会出现在 向往的生活节目中罢了 杨子离开后 她们依旧是各走各的路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避嫌的缘故 到了节目的下半段 就会发现 在大家聚集起来吃饭的时候 张艺兴表现的比较冷淡 消失了很长时间 只留下了一句话 就回去睡觉了 这就让剩下的人 觉得比较尴尬 杨子还坚持在那里陪着其他人聊天 在聊的过程当中 还遭到了黄磊的催婚 说她也已经30岁不小了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 让人怀疑 是不是张艺兴派她来的 虽然他们双方的工作事 都已经澄清了好几次 表示两个人都处于单身的状态 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是看过节目之后 就会发现实在存在了太多的巧合 白天的时候 张艺兴开着拖拉机 带着杨子出去干活 两个人就穿了情侣款的卫衣 一个是蓝色的 一个是橙色的 到了晚上大家聚集在一块聊天 还被人发现 他们穿的居然是情侣款的睡衣 这下就有点说不明白了 在这里还是要解释一下 张艺兴这次提前离席去休息 不是因为害怕尴尬 而是白天干活实在是太努力了 再加上以前当歌手 又唱又跳的伤到了腰 所以就离开了 面对黄磊的催婚 杨子也是觉得有些尴尬 她的回应充分显示出了 现在这些偶像的不容易 她表示现在还太早 没有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这样的回答听起来非常的官方 可是如果女明星在节目当中 公然宣称想要结婚 必然会造成更大的误会 节目播出后 杨子和张艺兴的粉丝都在吐槽 自杨子来了之后 这两期节目黄磊一直在催婚 都觉得他们都快30岁 可以谈恋爱结婚了 节目剪辑也很暧昧 感觉艺兴跟杨子的互动 比跟常驻的彭玉唱张子峰还多 感官不是很好 还有人质疑 张艺兴和杨子是在炒CP 对他们这种单身还传过 绯闻的艺人来说 这样起哄拉CP并不是很好 艺兴和杨子也在这期节目里 再次澄清绯闻 艺兴称称他和杨子虽然认识 但平时没怎么打交道 杨子也直接表示他和艺兴真的不熟 但突然有一天网上就有人爆料 称他俩在谈恋爱 然后所有人都在问他 是不是真的跟他谈恋爱了 让他觉得很莫名其妙 而且杨子和张艺兴 在节目里的互动虽然很多 但从他俩的称呼就能看得出来 他们真的不熟 他们之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称呼 艺兴比张艺兴大了一岁 但他经常叫杨子子姐 杨子也吐槽他 没有摄影机的时候就叫他子姐 有摄影师的时候就叫他杨子小姐女士 后面他们在一起做擂茶的时候 艺兴又叫他妹 杨子也叫他哥 但他经常是怜悯待性的叫张艺兴 如果他俩私下很熟的话 称呼不会这么生疏客气 艺兴第一次和杨子见面 还叫他杨子女士 让他觉得很奇怪 杨子在节目里还调侃起了 艺兴的微博名 让他如果想一下子成功的话 就把微博名改成成功成功已成功 这样他就不用努力了 而且他的英文名叫累 就是因为他太努力太累了 杨子的性格真的是很讨人喜欢 也很容易和别人成为朋友 感觉和他相处的时候特别轻松 也没有距离感 但上期催婚晚张一新 这期黄磊又来催杨子谈恋爱了 杨子也表示他也想谈 但遇不到任何人 因为他一进组拍戏就是几个月 身边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几个人 也接触不到其他圈子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明星情侣 和夫妻的原因 一个是因为拍戏的很容易阴系神情 一个是因为他们只能接触到这个圈子的人 因为昨晚节目播出后 杨子和异星的CP再度引起观众热议 还被刷上了热搜第一 所以向往的生活 官博昨晚也发了条微博无奈的表示 上一期节目已经辟谣了 洗洗睡吧 没必要没完没了 但可能是考虑到语气不太好 所以之后官博就把这条微博给删了 还重新发了一条杨子和异星 在节目里澄清恋情绯闻的视频 官博还把这条微博给置顶了 并简洁地表示辟谣 节目播出后 异星的粉丝也很心疼他 因为他有腰伤 这期节目还开始拖拉机去耕地 导致腰伤复发 后面他又为了换鲍鱼和肉 忍着恐惧去鸡舍里拿鸡蛋 之后因为身体不舒服 他吃完晚饭就早早去睡了 还疼得缩成一团 再加上CP的事情 很多粉丝都在吐槽节目组 不过杨子只录了两期向往的生活 下期他就要走了 他俩在节目里也已经说得很清楚明白了 他们并没有谈恋爱 而且根本不熟 节目播完之后 估计他们的CP热度也会慢慢消散 但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脱单 毕竟真CP才是最好磕的 请不吝点赞